这部片从杜传跟小杜云桥 说床编故事开始 他们本来很亲密 后来水火不容 猫总是跟大家说 老鼠诚恳善良 待人和气 优点一辈子都说不完 后来猫和老鼠 决定一起建立家庭 冬天来临前 两个人各自拿出他们的积蓄 合购了一大罐猪油 他们花了很久的时间 讨论猪油要放在何处 最后猫建议 藏在教堂最安全啦 老鼠说 我们就把猪油藏在祭坛下面 除非必要 绝对不要动它哦 但是过没多久 猫就起了歪念 猫趁老鼠在家打扫时 偷偷溜到教堂 蹲到祭坛下 打开那罐猪油 一口气 把最顶层的油酸 舔得干干净净 爸爸 妈好可恶哦 后来 我又骗了老鼠好几次 每次一嘴馋 就偷偷溜去教堂舔猪油 冬天来临时 老鼠对猫说 我们去把那罐 珍藏的猪油 拿出来吧 当他们抵达教堂时 看到猪油罐还在那 但罐子里却空空如也 这个时候 老鼠终于明白 什么一回事 喝醉的渡船 怕睡在沙发上 过中时期的渡云桥冲下楼 被叫醒的渡船 一脸不爽 语气很差 你当我是计程车司机啊 渡船伸手到公司包 找出皮夹 丢到茶几上 自己叫车啦 渡云桥 怒视着继续昏睡的老爸 气呼呼地跑回楼上去 大学时期的渡云桥 冲下楼来 你凭什么乱放我书包啊 书包为什么有保险套 你敢被解释清楚啦 我没有 罢什么罢 还我啦 书包还我 老鼠很生气地对猫说 你可真够朋友啊 一直瞒着我溜到这里偷吃猪油 猫恼羞成怒 大火 你再啰嗦 我就连你也吃了 老鼠还是继续说着 而且整罐吃个 正当老鼠要吐出金光这两个字时 猫已经扑了上去 听到这里 小杜云桥开口问 爸爸 然后呢 爸爸明天再告诉你 来 这啊爸爸 乖 虽然床边故事没说完 不过小杜云桥满足地抱着爸爸 人生剧展 当你微笑时 口述影像版 用格林童话 猫和老鼠的故事 讲述一对妇女的感情 杜船喝茫了躺在路边 身影 想吐 咳嗽 他痛苦地坐起来 乌总 危险 乌总危险了 乌总 小心 小心 我真会你睡在马路上 我们这边有需要你帮忙站一下 我现在没有站一下 来来来 先生哥 OK OK 我没有人帮忙站 谢谢啊 我没有人帮忙站 对不起 我没有人帮忙站 我没有人帮忙站 司机大哥 帮忙 当作一日以上 伙总 明天见到 大疚伤了 先生 我已经下班了 麻烦请你下车 公园路 公园路 快点啦 司机想要把杜传的属下叫回来 全部一溜烟闪人 先生 请你赶快下车 我真的有急事 我爸在医院动手术啦 哎呀 我妈妈的医院 等生的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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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播放的是 30年代的决心名曲 欢迎You're smiling 车子流动在 入夜的高架桥上 年轻司机 用蓝牙耳机 跟叔叔通话 喂 阿姐 这些小屁孩啊 尤其那个小日本空降 就客人 他刚好顺路 见我面 看我是神 这背后 看我是鬼 喂 阿姐 他以为我不知道 年本卖二十几年的监视器 是卖假的哦 妹妹抱怨完属下 赌船从衬衫口袋 拿出香烟 就在车内点烟 吞云吐沃 先生 车子里面不能抽烟啦 你开机警察局 剪辑我啦 耍流氓的渡船 继续在车内 陶醉的吞云吐雾 他还跟着广播音乐 做事催奏萨克斯风 倒霉的年轻司机 万般无奈 陶醉演奏还不够 他还想冲上前 调大音量 小人 开大声一点 这首歌我会唱 先生你不要这样 这样很危险的 很危险啦 回到后座 他开始做事跳舞 手机响了 一位是小三 原来是他老婆打来的 女朋友打来的 等一下 我要去你们做 Happy Birthday 人生胜利组 听过吗 很羡慕啦 很羡慕啦 先生你到底要不要接电话 哈喽 达尼 进度了 毕业晚会快结束了 你知不知道 今天喔 我看你啊 你的女儿是高中毕业 还是大学毕业 都搞不清楚啊 今晚还啊 渡船瞬间酒醒 公园入不去了 去那个新武大学了 可是那是完全反方向 你不会掉头喔 这时 他发现副驾驶座上 有个蛋糕 这个是我女儿 最喜欢吃的水果蛋糕 先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年轻 我一千块给你买啦 这是我要买给我女朋友吃的啦 你嘛是可以等 我女儿不能等啦 一千块往司机身上丢 他就抢走蛋糕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司机伸手去抢 跟渡船一阵拉扯 蛋糕就从车窗飞出去 吊在路边 司机紧急刹车 气孔神烟 小客 漏车啦 哎 讲话可惜一点啊 你相信我告诉你俱载啊 司机气得解开安全带 开门下车 要把他拖下车 司机拖渡船到地上 司机拖渡船到地上 搞笑 你什么要告诉你 你爬去警察去检举我啊 甩了后车门 司机上车扬长而去 抛下渡船 坐在路边 看着计程车离去 渡船痛苦地站起来 他东张西望 一转身 看见了优败 没错 他酒驾骑脚踏车 摇摇晃晃 骑在行人道上 骑到一栋大楼前 有个身穿橘色连身裙的女人 正走下阶梯 被突如其来的黑衣男 抢劫 在一台休旅车旁 三人撞在一起 渡船摔车 渡船滚到一旁 有人抢我前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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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船把那个女人推倒 骑车离去 那女人哭天抢地 抢劫 抢劫 完了 刚好经过的警察 以为她是抢匪 抢劫 巡逻机车警察 锁定渡船 穷追不舍 一个拐弯 渡船恨不得把U-Bi 当F1赛车来骑 此时 她发现一条 极狭窄的小巷 急忙往里头钻 巡逻机车赶上了 天空飘着细雨 站住 站住 站住你来跑 敢不敢抓到 机车卡在小巷内 渡船一溜烟 逃走 好不容易脱身的渡船 骑着刚刚的亡名右败 来到新武大学 她放缓地骑着 看到两位 穿着毕业袍的 女大生经过 她加快速度 继续往前骑 她来到一栋 挂着新武大学 第十九届毕业典礼 布条的大楼前 两位同学正在撤离 桌子和物品 她停下U-Bi 冲去开大楼的门 同学 毕业晚会呢 一个小时前就结束了 没有序话 渡船茫然地走向前两步 双手插腰看着前方 叹了一口气 想了一下 她决定到处去找找看 她到处找 当她从建筑穿堂走出来时 穿着毕业袍的杜云桥 就坐在阶梯上 双眼放空看着手机 神情落寞 杜船向前确认 是不是她女儿 杜云桥叹了口气 杜船皱眉注视女儿 用手骚了骚耳根 然后 她往女儿方向走去 这时候 云桥拿起香烟点火 正要抽第一口 就被身后的杜船抢走 女孩子抽烟像话吗 杜船把香烟丢得老远 家家好啊 你抽我也抽 这时云桥的手机通知响起 她拿起手机站了起来 认识视讯啊 怪你屁事 杜船拉住云桥的手 你从光泽屁股出身 一路到大学毕业 都是用我的 穿我的 吃我的 你敢说管我屁事 用你靠小三八级的客户 包红包走后门 赚完了张钱 我自己都觉得丢脸 你还好一直炫耀 你就是没有出去被人家糟蹋过 才会说这种傻话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讲的故事吗 老鼠跟猫 不要让他跟我说教了 结局我早就知道了 老鼠被猫吃掉了 林北就是那只猫啊 这个世界就是要这样玩的 我不变成猫 你跟你妈妈早就饿死了 不会把我们救的了不起吗 你永远都不懂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你是我生的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我交过几个男朋友 第一次是给哪一个 哪个在床上最厉害 我毕业了 以后我的人生我自己走 杜云桥转身走下阶梯离去 好 从现在开始 林北不会给你一毛钱 把林北养你二十年的读书费 跟什么外面全部还给我 你等着 我很快就还你 你要不要很大力 杜云桥愤怒地离去 杜船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用力一踢地上的雪石帽 原地来回舵步 杜船来到超商买了罐啤酒 从里面走出来 打开喝一口 他从口袋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小三 豪华公寓的房间内 艳丽的小三抱着小熊玩偶躺在床上 不理会电话声响 他在赌气 杜船挂断电话 他大口喝啤酒 目光随意扫射 突然间 他发现了什么 用力一看 确定没错 他慌张丢下啤酒 随手拿起超商门口的广告部条旗杆 往目标冲过去 室内跟倒霉的年轻司机 他抱着一个女人伤心痛哭 杜船拖着旗杆 靠近计程车 他要把旗杆往车里戳 巡逻警察出现 他丢下旗杆逃跑 杜船拼命地跑 警察在后方追喊 杜船别跑 你没去杜船啦 杜船继续跑 警察切而不捨地追 杜船突然跌个狗吃屎 趴地不动 他踩到水果蛋糕滑倒 自作孽 这就是他弄丢的蛋糕 时间来到了早上 杜船从警察局走出来 用这么多时间 用优优卡来追踪我 你们不会掉那路边的监视器 看一看我是不是小匪 谁叫你没事骑那么快 还有一点揍贼心虚的样子 我揍贼心虚 我女儿在迟迟等我 毕业天里就那么一次 你也知道一辈子才一次喔 杜云桥站在警察局门口 父女对望不语 到警察局就能一个晚上 你妈妈真的了不起吗 既然叫警察 那我妈在那边抓我 杜船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电视呢 沙发椅呢 你们白的按摩椅呢 你们太太前几天 全部拿去网牌了 我忘记了 你每天晚上都跑去睡小三 不知道也是很正常的 女孩子讲话失误一点 妈的你跟人学的 妈的跟你学的 父女俩僵持不下 你妈在哪里 打电话叫她滚回来 云桥将牛皮信封丢到杜船胸口 妈说下个月你五十大寿 叫我送这封厚礼给你 祝你生日快乐 要去哪里 出去给人家招踏 你出去就没有跟我回来 云桥气得丢下行李箱 转身怒视杜船 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吗 不是你没有来我毕业晚会 也不是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 我最气的是 你是我爸 这事实我永远都改变不了 云桥提着行李离开 你生日快乐 我别回来了 杜船打开信封 里面是离婚写一书 老婆已经签名 落寞的杜船双手一摊 若有所思 还是空荡荡的房子 杜船到了小三家 哪里啊 你扶正了 杜船的脸僵硬掉 怎么回事 他走到客厅中央 人去楼空 他拿出手机 杜先生 请代表好望绞通知名 有人命名杰军里利用植物 汁便收取不到利益 杂金属实 听董事会追忆 也属于副总经理一职 自今日起生效 且将追逃不到收益 他从花盆 马桶 挖住空的收纳袋 不死心 他打开天花板 收纳袋还是空的 他从厨房拿一把刀进卧室 对小熊玩偶 剖腹 收纳袋里有一千块 他心想到底怎么回事 此时 手机讯息响起 他读讯息 杜先生 姓杜的 老娘被你睡了整整十年 连替我过个生日 都整晚闹失踪 还是钱最实在 拿走的 是我牺牲十年青春的补偿 不过 我有留一千元 给你当做跑路费药 他双手一摊 全身无力 什么都没了 杜传绝望地躺在客厅 他转身侧躺 无声唾起 用拳头垂地 躺在偌大空荡的客厅 杜传一动也不动 窗外的光线照射在他身上 背影显得特别孤独 五年后某个早晨 杜传在计程车后座熟睡 一个转身 准备醒来 他睡眼心松 用手肘撑起身体 揉着他的腰 神情痛苦 接着打了个大哈箭 呼 他开门下车 他住在河滨桥下 下车后他稍微扭一下腰做伸展 伸手到内裤抓屁股 伸手到内裤抓屁股 上面爬着一条虫 杜传用那根牙刷刷牙 当他刷到左侧的旧尺时 觉得一阵疼痛 他伸手到口腔 拔出一颗牙齿 打开后车厢的行李箱 杜传拿起一本存折 把你们养你二十年的读书费 跟什么我们全部还你 别跟着 我很快地还你 他看了一眼扔回去 借着拿了长裤 用力关上后车厢 行车平安符 随着车子行走摇摇晃晃 杜传开着计程车 开始一天的工作 从白天开到滑灯初上 开到入夜时分的城市 当杜传的计程车 缓缓停靠红灯时 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开门上车 开门上车厢的车厢 杜传关掉收音机 按下跳表 司机大哥 那个中校的东路五段 好 杜传往前开 后座的男人 解开西装外套扭扣 吐了一口气 他的下属拿出合约 总经理 这个是刚刚洪副总 您好的合约 请您过目 总经理迅速过目 好 请洪副总 尽快完成签约 好的 日本腔调引起杜传的注意 那是他以前的属下 杜传 明天见头 真是风水轮流转 杜传别过头 低声叹气 继续开车 但他忍不住偷瞄后照镜 对方似乎也认出他 车子一路往前开 抵达了目的地 总经理的属下提醒他 该下车了 总经理 总经理示意等一下 屈前拍了杜传肩膀 他取下眼镜 副总 好久不见 杜传沉默不回应他 当然 如果不是您离开公司 我也升不了副总 也坐不了今天总经理的位置 人生真奇妙 总经理从口袋掏出一千块 还刻意摊平 递给杜传 杜传瞄了一下 收下那一千元 多得 他拍拍杜传肩膀 谢谢 总经理跟他的属下下车 杜传握着一千块 不发一语 计程车停在河堤停车阁 渡船坐在河堤旁 他打开啤酒 喝了一口 放下啤酒 他从口袋掏出那一千块 想起女儿小时候说的一句话 爸爸 你看我说我要折纸飞机了 杜传看着一千块 摇头苦笑 他先将千元钞对立折半 再放到地上 仔细地折成纸飞机 他拿起来继续折 打开鱼翼 纸飞机完成 拿在手上看了一下 然后他对着飞机头呼一口气 用力往河的前方丢出去 杜传看着远方 拿起啤酒大喝一口 这是一个落寞的夜晚 另一个白天 杜传载载着一对年轻男女 女生嫌弃广播音乐很low 阿伯 穿着绿色外套的女生爬向前转台 随之跟着强烈节奏音乐舞动起来 杜传傻眼看着她 她则持续开心地跳舞 而男乘客则点起烟来抽 杜传尽早大声阻止 嘿嘿嘿 车里不能抽烟 我们这茶杯杯 懂得干嘛 男乘客继续抽烟 杜传紧急刹车 这对男女趁机打开左右门逃走 杜传想追却半倒滚到地上去 摔到屁股和腰 他痛苦地站起来 眼看追不上去 他手撑着腰伸展一下 慢慢地回到车上 这时一位西装男开门上车 先生不好意思 麻烦照到内户 杜传睁大眼睛看 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个年轻司机 小客 落车了 哎 讲话可惜一点 你相信我告诉你俱载啊 杜传一直盯着后照镜看 年轻人催促他开车 先生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杜传心想 没错 就是他 车子往内户的路上 马路的风景流动着 路边的树叶绿油油的 天气还不错 抵达目的地后 年轻人开门下车 他和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握手 两人走进会场 杜传摇下车窗 恶狠狠地盯着看 门口有一张岩家海报 杜传抽动了一下眼神 会场是陈大志新书分享会 大志 你的第一部作品是写菜鸟创业史 是把你从小的时候出来打工 接着创业的真实经验写在部落格上 然后一炮而红 后来还改编成电影 接着你又出了一系列的立志成长书籍 被认为是网路世代的楷模 可是没有想到你这次新作品的主题 谈的竟然是 中年危机 当然 很多长辈在读了我之前的书之后 觉得给他们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就想说原来正面能量的传播 是不分年纪的 所以这一次我就决定 特别为中年人写一本新书 嗯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中年危机 在座的书迷们 你们大家有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呢 一位年轻贵妇举手 陈大志示意她发言 贵妇接过麦克风 却被渡船抢走 你有做到副总年收三百万 还被公司查员的吗 没有 那你有经历过你老婆跑了 你女儿跟你翻脸的产事吗 我还没有结婚 你的财产有被掏空过吗 还欠人一屁股债吗 陈大志摇头表示没有 那你就没有资格跟我们讲什么中年危机嘛 我在这里想不客气的说一句 你的书开头说什么 转练 放下 这是屁话 你年轻 还有力气爬起来 我老了 体力也不够 记忆也衰退 早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你根本无法体会 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型废弃物 多悲哀啊 大致阻止主持人缓夹 拿麦回应 我想这位先生可能没有看过我的新书 就是虽然我在开头里面有提到 但是我也觉得 转练放下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 执行起来也是有难度的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不打算提这些 连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是 大家不妨尽量的去生气 用力去感受你内心的脆弱或者是无助 只有你彻底接受自己已经失败了 你才不会见练就有的战场 陈大致拿着他的书走向杜船 这位大哥 这本新书就当做是我的祝福 送给你 希望你不要转念 也不用放下 请你微笑 然后勇敢站起来 杜船单手接过书 隔壁的年轻贵妇站起来鼓掌 全场观众都站起来给陈大致掌声 唯独杜船作者满脸不是滋味 谢谢 陈大致走出会场在路边蓝小黄 杜船的车突然冲出来拦截 诶 诶 差什么队啊 被抢课的蚌甲气炸 陈大致上了他的车 陈先生 敢下一场演讲 陈大哥 我们很有缘耶 确实很有缘 我刚刚讲那些话如果麻烦到你 请你不要介意 但我真的只是好意 你讲得很有道理 你的书我回去会研究一下 好 好 那记得要常常保持微笑 Keep smiling 请接着 Joanna 向为你带来一首轻松愉快的经典老歌 陈大致调整坐姿 看一下计程车司机登记证 杜船从后照镜瞄他一眼 车子窗外的景色 陆树和建筑物 随着音乐流动着 大哥 你叫杜船 杜船 那我叫你杜哥好了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 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常有人说我像一个演电影的 两人陷入沉默 陈大致搔一搔鼻子 杜船则专心开车 我之前有跟一位司机谈说 请他包车 就是载我到 就是各个讲座 签书会一个礼拜 就他临时有事 我在想既然我们两个这么有缘 不如我包你的车 怎么样 杜船从后照镜看了他一下 用手抓了抓耳朵 没有立即回应 怎么样 OK 谁船谁到 好 那就这么说定 杜船看着后照镜 不怀好意的笑了起来 你笑了 你笑了 全世界笑了 你笑了 穿着红色套装的女人 在路边滑手机 杜船的车来到她面前 陈大志跟她挥手 杜船 那麻烦你半个小时之后再载我 好 没本事啊 没有啦 朋友而已啊 陈大志下车后 快步坐上女人的BMW修旅车 车子开进公寓的停车场去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才没动头 杜船拿出陈大志的讲座宣传单阅读 他用小拇指挖鼻孔 挖了好几下 将鼻屎插在宣传单上 并丢到副驾驶座 突然 他注意到公寓门口的监视器 狗习君啊 等我抓到你玩弄女粉丝的把柄 看我怎么认识 杜船走进公寓大厅 警卫正在吃泡面 我是好旺角监视器工程师 我刚才有跟你们主委联络过 你是要来身体软铁对不对 麻烦你啊 警卫连人带泡面让出位子 乔装工程师的渡船 坐在柜台拿出笔电 准备做坏事 胖子警卫稀里呼噜吃面 吃的眼镜都起雾了 杜船偷瞄他一下 把随身碟插到电脑主机 他露出贼笑 边看电梯监视画面 边敲打键盘 等候陈大志演讲的另一天 杜船在车子里 一手下意识抓耳朵 一手用电脑快转那一天 偷拷贝的监视器档案 画面出现女人进电梯 出电梯 换一个男人进电梯 出电梯 然后是一对男女 再来是一对陌生男女 杜船打了个大哈欠 接着是一对身穿西装套装的男女 男人想跟那女人亲热 看得杜船露出色蜜蜜的笑容 一副有好戏看的表情 突然间她感觉不对 整张脸垮了下来 拿起笔电凑近一看 那女人正是她多年不见的女儿杜云桥 只是陈大志开门上车 她赶紧关上笔电 陈大志给她一个便当 吃给你 等一下一起吃 谢谢 谢谢 刚刚讲座的时候 有一个阿伯 她说她跟女儿的关系一直很差 就有一次女儿终于忍不住了 就骂她说 你每次都不听别人讲话 就自己噼里啪啦先乱骂一堆 就从那一次之后 她就开始试着让女儿先说话 那你跟我讲那些干嘛 杜船双手紧握着方向盘 觉得心烦 没有啦 只是听了有点感触 想到以前我跟我爸也是 这时 一位年轻贵妇敲打车窗 陈生 记得我吗 你每一场讲座我都有参加 好像有印象 这是我的名片 是 看了你的书之后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决心自己出来创业 我想成立一个青年创业平台 提供年轻人咨询 还寻求投资管道的机会 是我的企划书 想请陈生帮我看一下 给点意见 陈大志看了一下企划书 跟年轻贵妇点头示意 我认为这个平台它不只是一门生意 更是一种使命感 你有意愿吗 光靠政府辅助真的不够 这个想法真的很有意义 只是在实际执行面上我可能 如果是钱的问题别担心 我这边先店 重要的是你愿意参与 明天如果有空 让我们办公室参观一下 我再做更详细的介绍 好 我会回去好好评估 我还得赶去一个投资书明会 那给你电话 一台计程车来了 陈大志和贵妇握手 陆太太 你叫你的车来 年轻贵妇陆太太走向计程车 杜传帮她开门 她优雅上车 关上车门 车子随之仰长而去 杜传和陈大志目送车子远去 其实所有事业都这样 如果真的有心要做 就一定会自己掏钱出来 只是我最近刚签约买了一间房子 就是你上次载我去的那个社区 那个漂亮的太太就是屋主 杜传嘶了一声 陈大志跟女粉丝乱搞的希望落空 他对陈大志语带讽刺 你的板弦税 跟演讲费也捞了不少了 干吗这样讲 年轻人啊 真好啊 我出事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卖 光靠这种收入 真的是蛮不稳定 那陆太太的建议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一方面可以帮人创业做功德 也等于帮自己的事业 建立一个版图 那何乐而不为呢 听了杜传的话 陈大志若有所思 杜传开门上车 陈大志还站在原地 想了一下 然后才跟着上车 杜传 麻烦你前面便利商店停一下 我去买个咖啡 好 那今天行程都跑完了 辛苦你了 谢谢 陈大志下车到便利商店去买咖啡 杜传看着他走进去 心烦的事立即扶上心头 他双手抓紧方向盘 表情烦躁 不断盯着副驾驶座的笔电 终于还是忍不住拿起笔电 打开电脑 重看刚才的监视器档案 西庄男扶着杜伦桥的腰 进电梯想清热 他用力按下暂停 气得鸣起嘴巴 盯着电脑荧幕敲打键盘 烦躁的杜传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睁大眼睛看前方 竟然是杜云桥和那男人的身影 两人站在路边交谈着 男人屈前想清杜云桥 云桥挡了一下 看到这一幕 杜传盖上电脑火帽三丈 云桥双手插在套装口袋 目送那个男人离去 接着他也转身离开 杜传急忙发车跟上 买好两杯咖啡的陈大志 不知情地望着杜传的车子呼啸而去 运动中心门口 西庄男等着他的老婆和小孩 老公 西庄男抱起儿子 被跟踪他的杜传看在眼里 神情复杂的杜传 皱着眉头目睹这一切 放下咖啡 杜云桥跟女客人分析房市 可是阿姨我坦白跟你说 叠的都是外围的蛋白区 我们选的这区真的是蛋黄区中的蛋黄区了 完全不受影响 而且有另外一组客户已经出价了 可是我想说你跟你先生房子也开那么多次 应该是真的有喜欢 对不对 可是我老公说 如果有人认为这里一瓶值六十万 就让他我没差 不要这样讲 好啦好啦我老实跟你讲 其实另外那个出价的客户已经打电话来说 想下午还是傍晚就过来复订 父母还是想说帮你们hold一下 背对着男仲介的杜云桥 举手表示不必招待 他转过身注视杜云桥 云桥愣住三秒 但很快就挤出笑容 张先生 怎么那么早过来 云桥起身走向杜云桥 不是说好傍晚才过来吗 杜云桥也陪云桥演这出戏 没有啦我是怕房子被人家抢了 到底那个屋主要不要卖了 我十万块钱都传我的手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还在招呼其他组客人 不然这样好了张先生 我请我们弟弟先带你去隔壁喝杯咖啡 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到外面抽根烟 才走一步 杜云回头拿起桌上杜云桥的名片 他看了一眼女儿 便走出办公室 他停在门口仔细端详名片 冷哼一声去抽烟 这种情况下遇到多年不见的父亲 杜云桥不自觉苦笑 然后赶忙去招待女客人 不好意思 你也看到啦 如果说价格真的勉强的话 我现在不定 要照刚才交好交钱 那当然OK OK 抽烟的杜串 透过落地玻璃看着女儿 一脸百感交集 好 等一下拿一下 那个资料给你填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边你先看一下 这些资料有没有错 谢谢你喔 谢谢 You're smiling When you're smiling 完成买卖交易后 杜云桥来到公司附近的公园 他用眼神搜寻杜船的身影 便寻不着 他顺势往公园椅坐下 他从口袋拿出香烟 杜船正从他身后出现 靠近他时 伸手把杜云桥嘴里的烟给拿走 你来着抽烟像话吗 杜船坐在杜云桥旁边 把香烟扔在地上 云桥一脸不爽 起身换到隔壁的椅子 背对着杜船 杜船移动身体 保持距离却也靠近杜云桥 混得不错嘛 身座店长 电话也换了 我还担心你这只老鼠 会被猫吃了 想不到你已经变成猫了 还会利用我这只老猫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鼠 现在买房子 也不去参考一下 十价登录 要说到有春呢 别乱讲好不好 那是客户要求的价码 我只是尽力达成 哪像你 有了一辈子的回扣 全部被小三拐走 你才是说有春呢 杜船深沉地看着女儿 那你跟那个有老婆的上床 又是哪一个客户的要求 云桥瞪大眼睛 胡说什么 别忘了林北以前是做哪一行 人在做天在看 林北也在看 你探他什么好 技巧好啊 我探他是我们夜管部协力 可以拉我进走公司 还不是我有一个了不起的老爸 叫我把欠他二十几年前 全部吐出来还他 这几年我有追过你的钱吗 当初林北讲重话 就是想你出社会好好的磨练 不是叫你去做人家小三 杜云桥露出烟雾的表情 你养人家小三就可以 我当然人家小三就不行 这什么狗币双重标准 懒人 杜船气得跳起来 杜云桥站起来跟杜船对看 眼神充满愤怒 两妇女对立相望 云桥一阵悲伤 我需要爸爸的时候 你永远不在 抽动着嘴唇 杜云桥难过地看着杜船 你现在跑出来装抹作样 我真的好感动 杜云桥说完 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 边走边擦拭不愿被杜船看见的眼泪 杜船站在原地 看着女儿的背影 渐渐变小 渐渐越来越远 第二天天气晴朗 杜船靠在车子想事情 陈大志出现 成功完了 陆太太们公司还不错 挺有规模的 陈大志见杜船没反应 敲一敲车子引起她注意 昨天发生什么事吗 昨天你走的时候 车都这样咻就冲走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昨天我女儿脱下去弄到的 我赶着去看她 还好吗 当马本来就不好 搞不好有后遗症 那你现在要不要去医院陪她 变了 女儿说最需要我关心的时候 我不在 还算算去的 就当过我没有生过这个来讨债的 嘴巴上是这么说 说完却马上愁眉苦脸的 对啦 也是啊 这么多年都没有跟你这个老爸联络 这种不孝女 不要也罢 你喔 看开一点 看你个头啦 女儿再怎么不孝啊 就是你爸 拔屎拔尿 我来养大了 哪里有这么简单 就把我甩掉啊 看开一点啊 看你个头啦 入夜时分 杜船独自坐在车子里 发愣不语的在想事情 他伸手到副驾驶座的知物格 拿出一本格林童话 这就是他从前给杜云桥 说床头故事的书 抚摸封面 翻开书千谢那夜有张旧照片 照片中的他抱着小堆云桥 看着照片 杜船百感焦急 五味杂陈 他眼眶泛泪 难过不已 看着看着 他的双眼更模糊了 对照深厚的公寓灯火 停在河滨公园停车阁 以车为家的杜船 今晚特别孤单寂寞 这天杜云桥的鞋里在等人 杜船现身 有人利用职务自便 带下手到公司带下的房子偷情 杜船手上的电脑播放着鞋里 和杜云桥在电梯的画面 他语带威胁 你老婆和小孩好像快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到旁边瞧一下 他们来到住宅的巷内 两人对立站着 那你想怎么办 你要钱吗 你要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杜船阻止他掏钱 却举起脚脱下皮鞋 在手上晃两下 忍不防往鞋里投上K 鞋里跌倒 被杜船K到变猪头 不要打了 再搞我女儿 我要你在房居里混不下去 云桥是你女儿 阿贝我那天跟你女儿 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你不信的话 你再去看一下监视器画面 他一分钟就返回电梯了 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只花一分钟吧 想了一下好像也对 于是杜船把鞋子给穿上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有摸过了 你最好给我女儿升官 要不然我下次用地鞋伺候 鞋里吓死了 杜船从他身边离开 留下他坐在地上 嘴巴吊着烟 杜船回想着鞋里说的话 他把香烟夹在手上 顺势翘起二郎腿 接着他低头一看右脚 发现鞋跟已经开口笑 脱下鞋子 抽最后一口烟把烟蒂丢掉 他不断摇动着鞋跟 这时陈大志出现 在他身后第一份合约书给他看 清完约了 这么快啊 不是你叫我要快吗 杜船表情有说不上来的复杂 他把鞋子穿上 好 好啦 祝你赚大钱了 上车吧 杜船起身离去 陈大志看着合约露出笑容 也跟上他的脚步 城市的天空灰蒙蒙的 好像在暗示即将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陈大志坐在副驾驶座 拿出一包蛮厚的红包 今天是包车最后一天 这个 谢谢你这个礼拜的照顾 杜船妙一下红包的厚度 太多了吧 你别跟我客气了 你这段时间一直听你吐槽我的书 让我也学到不少 车内突然陷入一片沉默 我不是在亏你 我是真心诚意的 陈大志双手封上红包 杜船看一下红包 再看一眼陈大志 大志示意她收下 杜船接过红包 另一只手再烧耳朵 大志察觉她有心事 有个女儿吵架 你是创业专家 还是亲子专家 虽然被亏 陈大志还是被逗笑了 她带着不舍的心情道别 我走了 不让我送你回家 赶快去巴结你的前世情人吧 希望你女儿早日康复 多哥 有缘再见 陈大志拍拍杜船肩膀 便开门下车 关上车门里去 杜船目送她好一会儿 用力拍一下方向盘 她的情绪有点复杂 婚纱店内 杜云桥穿着白色肉肩低胸婚纱 化妆师再替她上腮红 不好意思我借个电号 看着来电号码 杜云桥露出笑容 干嘛 还没出生 你就知道是我啊 有什么事情赶快讲啊 我等一下要去外拍婚纱照 你要结婚 上次怎么都没说啊 我现在不是讲了 那嫁妆呢 放心啦不会跟你要 反正你也拿不出来 杜船从衬衫口袋拿出纯折 单手打开来看 有人就是爱跟我赌气 每年 每个月五号外加三节 一直会闲过来 我真的很堵烂 但是我一毛都没动过 杜云桥擒着感动的泪水 却嘴硬 那些钱是要还你的 不要 那你拿就拿 废话那么多干嘛 你是我女儿 这个事实 永远是改变不了的 好 好 好 等一下去哪里拍啊 有车接送吗 浑纱公司有外警车啊 没有我也会自己叫计程车 如果要叫车 扣我吧 眼泪快要失守了 杜云桥嘟着嘴 忍住不哭 你不是叫我不要把你当成计程车司机 我现在就是计程车司机啊 杜云桥还是忍不住哭了 他用手压着胸口 声音都哽咽了 我知道你干了有什么好事 我上司让我升官了 很好啊 我离止了 为什么 两颗痘大的眼泪划过脸庞 杜云桥压着话筒 错气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 我想了很久 我还是不想变成那只毛 听了杜云桥这番话 杜云桥鸣起嘴巴 再松一口气欣慰地笑了 他甩一甩手上的存折 继续在电话里跟女儿说话 杜云桥边听边掉泪 他吸一口气镇定呼吸 抽取卫生纸擦拭眼泪 检查一下妆容 那你抱一只车怎么算 这句话象征父女俩的关系正式和解 电话两头的她们都挂着笑容 杜云挂上电话后 依偎深长地看着前方 婚纱店门口 杜云桥的计程车驶入停靠 她对着后照镜整理头发 调整衣领 然后她看见穿着婚纱的杜云桥哭着跑走 她紧张地下车去追 杜云桥拖着婚纱往前跑 杜川一把抓住她的手 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情 你哭成这个样子 你的未婚夫呢 她刚刚传简讯来说 不想结婚了 搞什么鬼啊 是不是你那个上司 跑去跟她胡说八道 哪里人传一些简讯 就解除婚约的 你带我去找那个家伙 明明帮你出这口气 等等 我自己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我做错的事 我自己会弥补 杜云桥伸手去拦计程车 你要去哪里啊 有什么事跟她讲吗 你不要管我 杜云桥开门上车 完全不理会杜川 不好意思帮我前面看 杜川拍打车窗 目睹计程车开走 她一脸纠结 既担心却又手足无措 杜川开着计程车 在路上到处乱船 天色逐渐昏暗 路灯 车灯也亮了 她开进隧道 她也开上高架桥上 天色又更暗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她放慢车速停靠红灯 拿出手机拨给杜云桥 云桥显然关机了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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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断波画 杜川继续等红灯 穿着衬衫的男人 行尸走肉 经过她面前 男人转过头来 竟然是陈大志 陈大志 举上坐在后座 诉说被骗的遭遇 前运之前 我会去查过公司的登记 负责人的名字叫林淑慧 就是陆太太啊 就是陆太太啊 人失踪之后 我想尽办法 一找到林淑慧本人 他完全根本不是同一个 原来他用假身份 像到处招摇的状片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啦 房子贷款你缴不出来啦 杜川抽着烟 没说话 当初也是我听了你的话 在投资的耶 好歹你说句话吧 杜川甩开陈大志的手 透过后照镜 注视他 谁叫你太诚了 这么容易相信人 那个女人一看就知道她是骗子 只有你这个笨蛋 才会被她牵着鼻子跑 就当缴学费上一堂课吧 陈大志心想 不对 当初是你鼓励我的呀 我给你无冤无仇耶 你干嘛要这样害我啊 杜川冷笑了一下 看着后照镜说 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 你就坐在我这个地方 我们在车上抢蛋糕 你还记得吗 啊 啊 啊 搞熄晕啊 陈大志整个人傻住 应该是说惊呆了 她眼神空洞 一阵瘫软 正在消化整体世界 我呢 就是被你半路拖下车 我才赶不上我女儿的毕业晚会 您北的不幸啊 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都是不厉害的 陈大志仍然处于发愣状态 不妨尽量地生气 用力地感受内心的脆弱 跟我无助 只有你彻底接受自己 已经失败了 已经失败了 你才不会眷恋救我的战场 才不会留恋在救我的战场 愤怒的情绪涌上 陈大志的脸正在扭曲 他猫渡船一拳 被猫一拳的渡船 抬起头来时 脸色变得凶狠 他转头看陈大志 大志吓得想开门逃命 车门却已经被上锁打不开 渡船从驾驶座飞扑陈大志身上 把他的脸压在车窗上 陈大志翻身狠坐渡船 渡船用脚踹大志要喊 痛得他脸红耳胀 他抓住渡船的头去撞椅子 只见整台计程车剧烈摇晃 陈大志打开门想跑 却被渡船一把抓回去 车内再呈现一阵扭打 大志从另外一扇门 连爬带跑逃出来 站都站不稳躺在路边 渡船向耍醉拳的护法走下车 他想踹大志 却整个人无力瘫在一旁 两人痛苦的大口喘气 身影 陈大志先坐起来 脸受伤 衬衫都破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把那些小子放下 渡船爬起来 放你个屁 就算你没有遇到我 你一样会被骗 谁叫你好傻 好天真 渡船觉得脸一阵刺痛 同样的话我送还给你 当年你觉得没有上我的车 你老婆还是会跟你离婚 女人还是一样不理你 你还是被公司败 因为你根本就是他妈一个自私的混蛋 陈大志大口喘气 痛苦的站起来 渡船以为大志要继续揍他 他反射性的举起双手防御 大志俯视着渡船 你觉得我会对你怎样是不是 你觉得我会恨你啊 我跟你说啊 不是所有的都像你一样那么悲哀啊 每天都靠着恶意恨意 在支撑自己的人生 钱没了 大不了我重新赚啊 不管你们怎么搞我 我都不会对这个世界失望啊 所以我他妈的原谅你 说完陈大志后退几步 拐着受伤的脚转身 一搏一搏的走远 此时渡船也慢慢爬起来 你自以为是需要你原谅啊 你在走嘛 你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陈大志停下脚步 慢慢地回过头来看着渡船 甲冒的陆太太拖着行李 慌张在路上拦车 她举手叫小黄 车子靠近时 她惊恐地瞪大双眼 是渡船的车 后座的陈大志 像背后鳞般浮现 甲陆太太看到后 马上拖着行李 惊慌失措地跑走 甲陆太太往社区的小巷子里 跑呀跑 但她前方有陈大志拦截 后面有渡船围堵 现在到底是猫抓老鼠 还是老鼠抓猫 我都分不清楚了 陈大志愤怒地逼近甲陆太太 渡船脱下她的鞋子 拿来当作武器 你们到底想干嘛 把我挥到你户头里面的钱都吐住了 什么户头 我听不懂 那是人头账户 钱早就被转走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不 你以为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啊 你拿企划书给我那一天 你讲的话都已经被行车记录器录下来了 那些画面如果交给警方 够起诉你了吧 那天你坐上那个计程车 是我朋友开的 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知道你在站这里 陈大志拿出手机 讲陆太太阻止她报警 干嘛 我一定要把钱还给你 求求你 不要报警 不行 受害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 我发誓 这是我第一次行骗 我以前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只是想把我被骗走的钱讨回来而已 装傻玩换装可怜啊 我真的不是在演戏 几年前 我老公的钱是一期时间被熊人骗光 本来我还有机会就一点回来 谁知道 谁知道我碰到一个可恶的家伙 其实想要把我撞倒 杜传撑大眼睛陷入回忆 先生 你们抢我钱吗 不要抢我钱 先生有人帮我钱吗 你以为我是李小龙啊 还是陈龙啊 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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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又把我谨慎的周传心圈抢走了 原来这一切是杜传害的 也不是在骗 没一句真的 陈大志准备报警 杜传出言阻止 好了 钱追回来就算了 角鹿太太看着杜传 杜传 杜传跟他对望的同时 把鞋子穿上 杜传 杜传 我只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又想要帮我 我不想再被我的女儿骂了 杜传上车 关门 陈大志俯身 靠着车窗 你钱也追回来了 我跟你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谁跟你有恩怨啊 从头到尾根本就是你单方面在迁怒我 杜传 若有所思 然后拿出格林童话 送你一本书 不要老是当老鼠 下场很惨的 杜传憋过脸去 大志双手拿着格林童话 瞄了一眼正在骚耳朵的杜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当初那么信任你 因为你傻 你天真啊 因为你跟我爸很像 因为你们两个在想事情的时候都会 这样 要骚耳后跟 瞧 谁在做你老爸 一件事情我也没跟你说 我之所以会写这本新书 就是为了我爸 五年前他遇到人生的低潮 我没有能好好听他诉苦 他也不愿意跟我说啦 后来就 想不开就 所以我一直很后悔 谁在决定写那本书呢 杜传沉着脸 嘴唇动了一下 卷头看着陈大志 要我当场哭给你看了 陈大志笑着摇了一下头 好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可以吗 那我们两个这样也算是 和平分手咯 杜传沉看着前方沉默不语 大志对他微笑 好吗 杜传给他假笑 大志笑了 杜传懒得再应酬他 然后拿回他的隔壁童话 放过去 杜传翻着书 找出旧照片 这个我可以给你 好 他把照片放进口袋 把书交给陈大志 再见了 不 不见了 发动车子 杜传把车子开走 陈大志目送他扬长而去 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格林童话 咬了一下头 美好的一天开始 杜传对着车窗梳头发 一身黄衬衫 红条纹领带 黑西装裤 鼻子上贴着可爱的ok棒 仔细整理头发后 接着他来到后车厢 拿起抹布 擦拭双脚上的皮鞋 喂 是我啦 没怎样 我只想跟你说一声 我找到新工作啦 卖监视器 老板看了我的智力 说我来顾店面 叶琪肯定下下脚了 他穿好西装外套 又在垂须了 拉紧领带 我一个月卖超过20台 你就请我吃饭 他从衬衫口袋里 拿出一包烟 这礼拜天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接着 抖出一根香烟 放到嘴里 但点烟时 他却犹豫了 他把烟和打火机 塞入香烟包里 往后头方向一丢 像下了什么决定死的 城市的风景在流动 路数和光线美丽的在交错 渡船的计程车行驶在路上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早上 抵达目的地后 渡船的脸始终挂着幸福的微笑 他下车把车门关上 看看周遭的环境 接着走到车子的另一边 他俯身看着后照镜 仔细地整理领带和领子 渡云桥从他身后出现 拍了他一下 他转过身 渡云桥注意到他的鼻子 鼻子怎么了 被老鼠咬到了 渡云桥打量他 露出微笑 想不到你还有西装可以穿 一百零一套 我准备入念的时候穿的 云桥帮他拍掉肩膀上的灰尘 等一下到餐厅的时候 给我震惊一点 什么 想请我吃法国餐 想怎么没 等一下我未婚夫也要来 想正式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和好了 你们这些小屁孩 把婚姻当成儿戏 少管闲事 我们从大事就开始交往了 毕业晚换那天 他本来要介绍你们认识 谁知道你 算了 过去的事情懒在提 这个家伙这些年 都没有来想过见我 我看他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是我跟他说 前几年你跑路去越南了 此时有个男人 往他们的方向走去 不好意思 我刚刚钱包忘了拿 云桥的男友 竟然是陈大志 杜传跟他对看 世间哪来那么凑巧的事 少管闲事 我们从大事就开始交往了 毕业晚换那天 本来要介绍你们认识 这是我要买给我女朋友吃的 你马是可以等 我女儿不能等 先生 先生 请你赶快下车 我真的有急事 我爸在医院动手术 我妈妈的医院 等生的走啦 走啦走啦走啦 你来啦 就是问了我爸 五年前他 遇到人生的低潮 想不开就 喂 阿姐 我快到了 女朋友打来的 等一下 我要去跟他说 快乐生日快乐 就客人啊 人生胜利组 你听过吗 认识视讯啊 怪你屁事喔 我一直很后悔 才决定写那本书呢 这位大哥 这本新书 就当做是我的祝福 送给你 请你微笑 然后勇敢站起来 先生 不好意思 要不然照到内乎 对啦 现在房市是往下走 没有错 可是阿姨 我坦白跟你说 往下什么都没有啦 房市贷款也缴不出来啦 他刚刚传简讯来说 不想结婚了 啊 这个不可以给你 因为你跟我爸很像 去嘛 谁要叫你老爸 爸 我叫陈大志 以后 还请多多指教 陈大志搂着杜云桥 云桥对杜船做鬼脸 三人相视而笑 杜传太保饰演 陈大志吴定谦饰演 杜云桥阿喜饰演 陆太太陆嘉欣饰演 导演林真豪 演唱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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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